看《愛情動作片》的時候 好像也會有這種幻想 它們有在玷污知識份子 -對...在玷污知識份子 我會覺得... 好壞 -你有沒有啊? 對... 哦 節目不是說我們這檔是純愛的嗎? -歡迎收看可樂研究社 店下伊甸園 我們的目的呢 是為了探索人類最真實的那一面 其實很多在愛情電影啊 動畫之中 都會有讓人怦然心跳的一幕出現 比如說女生幫男生繫領帶的時候啊 或是男生壁咚啊 男生幫忙繫鞋帶的時候 心跳的時候 日常生活中 應該也是會發生蠻多的 那我們今天就找來了兩位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全台第一位考上台大的女優 -歡迎小艾 嗨 姐姐好 這樣子的話在學校會有就是大家討論啊 樂度之類的狀況 其實還好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處於這種 有點尷尬的狀態 就是大家好像知道 因為我衛巧艾不是我的本名 就是大家好像知道我就是那個人這樣子 但是又不會特別去講說 欸你是不是怎樣怎樣 可能會覺得說 會不會他們去問這件事情很尷尬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在 主在學校也就是 大家也不會特別去提這件事情 同學都蠻友善的 就是他們也不會因為我這個職業 就是會特別排擠我啊或是什麼 都沒有這種感覺 那我們來歡迎下一位來賓 我們的喜劇演員 萍珊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萍珊 哈哈哈哈 不知道我對不對 也是台大戲的 對 我也是台大 前面生化戲的 生化戲的 剛剛提到在校園裡會不會知道 這個困擾 我完全沒有 哈哈哈哈 完全不會沒有人來跟你說 欸我有看你表演 偶爾會有啦 嗯 對對對 最有名就是我是喜劇圈最有名 是處男的 哦 因為你的梗都是母胎單身嘛 對 我的梗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來這個攝影棚 提升這裡的純陽之力 純陽之力 我們剛提到愛情片嘛 就是怦然心跳的感覺 你們有沒有看過什麼 是讓你們會怦然心跳的 電影嗎還是愛情動作片 我們還在講 愛情動作片好像也可以耶 那我們來喬他來聊一下 你自己不管哪一種 最會讓你怦然心跳的 微霸道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像是 格雷武士到英尼那種 霸道總裁的那種 對 但是是 就是要好的那種 不是兇 所以其實你是偏M嗎 對 我偏M 比如說在愛情動作片裡面的時候 我就蠻喜歡看就是 SM的一些劇情這樣子 你會帶入那個女主角嗎 電影的主角嗎 呃 好像會 對對對 帶入感 就看的時候就會濕濕的 對 還蠻容易的 就是 它算是不需要進到 就是性愛的環節 就會蠻興奮 真的其實女生比較容易這樣 就是有劇情 然後其實女生自己也容易帶入 反而不是插入的那一塊 對 插入的那個 反而就沒有 不是到這麼大的感覺 反而是那前面的那個 心情的韻癢 對 對對對 有點其實前戲 就會有一點那種感覺 那我們的 純愛戰士 純愛戰士 我剛剛講到那個 格雷武士到英尼 哇天啊 好中口味 哈哈哈哈 格雷還好怕 因為腳本上給的 Rumb Down給的是什麼 那些年啊 那我要講一個電影 我最喜歡看 比如說像越來越愛你這種 啊 因為我喜歡看他們男女主角 互相相處的過程 哦 然後他們互相支持對方的興趣 他們最後沒有在一起 他們最後沒有在一起 哈哈哈哈 所以你喜歡看 越來越愛你的A片版這樣子 就很期待 哈哈哈哈 然後邊做的時候 邊唱歌這樣子 哈哈哈哈 歌劇版這樣 歌劇版 很出戲 很出戲 等等 但是男生好像的確 通常都比較喜歡 就是那種純情啊 良價 然後爬那種髒的 哦 反差感 對 所以看愛情動作片的時候 好像也會有這種幻想 我之前那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就是 去買我A片是因為 他們覺得這個反差感很大 對啊 你看起來非常的 就是像隔壁鄰居的那種 美眉啊 他們有那種在玷污知識分子 對 在玷污知識分子 好壞 這一次我們要聊的 不是心跳 是暈船 其實它的兩個名詞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暈船是不是通常都要 只有上過床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暈船一開始這個 船是床的諧音嘛 就是暈船 就是你們一起上床 然後不應該有感情 然後就有一方 或者兩方都有感情這樣 就是其實可能只是原本 單純講好 我們今天就是打一泡 感情丟下去了這樣 其實很長欸 大部分好像都是女生比較容易 我自己比較還好 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是很性愛分離的人 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很少暈船 可是我覺得暈船這個詞 好像被現在的年輕人就是 誤用了 對對對 不一定要打我跑 它可以是暗戀對方 現在也會講成是暈船 或他們直接講是暈對方 對 Dical或什麼的 很暈很暈的那種 自己就是真的要暈 可能是要聊天聊得很來這樣子 我才比較容易就是 放感情進去這樣子 心靈方面 對對對 那如果它下面有點小怎麼辦 沒有關係 它如果可以用玩具 或是手的部分 讓我舒服就覺得 真的嗎 對 我都不在乎size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遇過一個 他約炮遇過一個就是這樣 我也拍片遇過一個這樣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剛剛就這樣 那時候我看同學就 就是起來了嗎 還真的還沒 對啊 喔 原來起來了 他現在起來了 對對對 好 那你們現實生活中 你現在是有對象的嗎 對 有對象 那你們現實生活中 你有對方有做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好暈 喔 因為我跟我的另一半是 約炮認識的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那時候我們是聊天 然後聊一聊就是很頭人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是一開始 他對我蠻有好感 然後我們就繼續發展下去 有一次讓我覺得 蠻心動的是我去他家 然後我們就過夜嘛 然後跟起床 就是已經有早餐煮好 就是等著我吃 太貼心了吧 然後那時候還很好吃 然後那時候還很好吃 反正就是早上起來 就可以聞到那個 早餐香味起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覺得說 他這個人一定就是 炸奶 炸奶 他很濃 對 他很濃 我會覺得說 太高的時候 就是感覺就是 這個人就是 情場浪子 所以這招是對你有用的 對 我覺得很貼心這樣子 另外一半 如果你第一次做了 你記得要一直做下去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只做第一次 太渣了 那品賢呢 你的 我現在也是有女朋友 對 是可以講的嗎 可以講可以講 但是三個禮拜多了 嗯 三個禮拜多 現在還很甜蜜 現在還很甜蜜 現在還是會每天晚上 會講電話那時期 哦 之後應該不會 哈哈哈哈 三年後我們再說 三年後我們再說 在此之前都是母太單身的狀態 是 所以我覺得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我看在我眼裡都好暈啊 哦 但是如果他對我主動肢體接觸 我愛他 比如說就拉拉一腳那種算是嗎 那種算是說是碰碰你的肩膀 像品賢這種比較純愛戰士的 你有辦法就是下定決心去玷污他嗎 我不會覺得是玷污啊 我會覺得是他帶他上天堂這樣子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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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他 好那我們其實暈船的方面聊差不多 也聊了蠻多不是暈船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要實測環節了 那品賢你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實測環節什麼嗎 你說像是演那種愛情電影或偶像劇那種 我們知道大家跟你講偶像劇是不是 膠本上看到這樣 是是我們不是那麼Peace的節目吧 我們接下來的東西呢是給你福利的 測碰然心跳的感覺 實測的時候給來賓一個按鈕 如果你受不了的話你就可以按按鈕求救 如果按鈕求救的話我們就會終止這個實測 對所以你看你的接受度接受能力這樣子 可樂研究者雙11血拼恐慌劑開跑囉 只要在10月17號到11月16號活動期間內下單 三重優惠立即到手 下單即領500塊購物金 消費滿千折抵111元 消費滿萬折抵1111元 滿額再拿好禮 完成下單還能抽iPhone 15 Pro 更多優惠資訊請點選下方資訊欄 別浪超CP值的雙11也會離你而去唷 喔 節目不是說我們這檔是純愛的嗎 拿到這個按鈕我就知道它裝飾性非常強 哈哈哈哈 它連響都不會響 它還用紅色的就其實有味道 但是其實根本沒有用 其實這樣大家就可以理解就是暈船的狀況了 為什麼會那麼容易暈船啊 如果 對 如果有人真的這麼主動的話 其實我覺得不暈很難啦 嗯 對 那如果下面呢大家有什麼想要跟我們說的啊 歡迎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喔 我是周旋丹卡大家掰啦 掰掰